皆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薄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 微排除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排除是 萬物蘿莉愁 那麼在開始排除介紹之前 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此外 有一個期間限定的活動 需要大家幫忙 就是 王國紀元充等活動 活動期間是即日起至 2023年的 2月27號的下午1點 現在使用到我的活動連結加入的話 就可以獲得價值 新台幣6000元的新手專屬禮包 叔叔我呢 額外在加碼 如果在活動期間內 提升到城堡15等 就可以獲得叔叔青千的牌力德 20噸主堡的話 則會有艾莎青千的牌力德 詳細的資訊 請參照資訊欄以及字體連結哦 好的 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啊 有一套牌組真的是龍燈T1 是大家所意想不到 就是原本感覺有點爛爛的 積楓醜 那這一次啊 最重要的就是 增加了兩張卡讓他變得非常的厲害 首先就是這一張 萬物的見證者 傑蒂斯 他是一張羅 呃他是一張羅利沒有錯 最重要就是還有各種的暴能強化效果 那其中我覺得最出彩就是這個暴能強化6 可以減傷 然後還有暴能強化7可以去搶傷害 那如果你打到後期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到就是武裝強化啊 或者是搭配到那個傀儡特訊 都可以做到一個還蠻不錯的傷害 那除此之外的話 還有另外一張牌就是 這一次的造物的新卡 機能聚合 他也是暴能強化之後啊 可以去交出風對的穿造物 以及炫難的穿造物 以至於就可以讓本身的這一套的積楓 有點偏向於唯我仇的這一套牌組啊 變得更加的穩定 有各式各樣的前期的結場 也有各式各樣的過牌 那通常這種牌組啊 以玩來看的話都會覺得說 哎 假如卡托斯瑞德沒有進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的爛 因為必須要用到他這個準時進化效果 才可以讓你的暴能強化都變成直花二費 可是啊 因為龍鐵親信的關係啊 他是可以穩定抽到卡托斯瑞德 那如果你去打那個阿茲斧特 也是比較高機率去抽到 甚至呢 如果你想要擺多一點的二費的從者也可以去 甚至呢 你也可以使用到紅怨之迷 哥布林法師 直接去塞任何的二費的從者 也是幫你必抽卡托斯瑞德的 對 這點的話 你們要知道 那這套牌組啊 他其實展上有非常多種的方式 首先你可以在七層的時候 然後搭配到杜黑小竹 然後做出三張的吉池杜黑小竹 再搭配到傀儡特訓 就可以當前回合啊 做到一個四三十二 十二點加上進化點 十四點的斬殺 另外啊 如果你是在六費或是八費時 假使是六費好了 進化噴射砲手就可以打兩次嘛 那你再去貼到這個工匠閃煉的這個 武裝強化 就等於說一張的噴射砲手啊 就可以去直接做到 十六點的斬殺 那如果是暴能強化 八的噴射砲手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做到 二十四點斬殺 超級可觀 那因為這一次的樂樂加入之後啊 也是可以很好拖到後期 所以如果你在九層的時候 也是可以搭配到 卡托士瑞德的這個 暴能強化九的效果 然後再用這一張的 衝殺滑板手 直接讓他及時走起 另外還有很多很多可以補傷害的手段啊 有一些花式的combo 就是你們要在打牌之前先想一下 欸 怎麼樣可以去最大化你的PP數 畢竟啊 你打再大的暴能強化 都等於說是花二 那你打九的話 你就可以接到七的暴能強化 然後七的打完之後 就可以接到五的暴能強化 所以說 假如是相隔二的暴能強化 都是可以連續的搭配到的 那因為我個人的習慣構築方面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 有做於控場跟控制方面 還是要選擇 萬象之物 喜歐 那我自己是覺得克里斯坦還是很厲害啦 那通常都還蠻容易會打到七的 所以我還是把他給掛滿 如果你想要去做調整的話 可以考慮把這些 後劫的大怪往前去放 甚至去放一些你比較覺得 更強的東西 反正這就是一套威爾我嘛 你想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嗎 就非常的有可變性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實戰的片段哦 好 那麼首先第一場的對局 對上了一個 可能會是內戰的對局 呀哈的內戰 呀哈起來 那這套牌組啊 我剛才前面有說過 他的核心就是卡托斯瑞德嘛 那其實這一套 能登上T1也是讓我 讓我蠻意外的 另外一個更意外就是 他在剛改版的前三天的使用率 超級之高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都在使用這套牌組 那我們全換之後 後手換到梅丹佐 這點還蠻不錯的 我希望可以幫我換到一些 可以去做事的從這 這樣我就可以去解到對面裡面 我這邊右手已經拿到的工匠閃電 因為我手中有噴射砲手的原因 所以說一定是工匠閃電 直接選改良型傀儡加上武裝強化 然後用改良型傀儡去換掉對面的卡西姆 通常80到90%的時間 那邊那個工匠閃電一定都是選武裝強化啦 那剩下你要選011的護符呢 還是要選13戰的護符就看你自己囉 那因為我會想要留梅丹佐做到一個跳費 可是這邊會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啊卡托斯瑞德沒有進來時 我會比較難以發揮 所以說你可以考慮就是 迷你個命法是直接在塞梅丹佐 可是這樣就喪失掉這個跳費了 所以我這裡是選擇就是 先打一張的解析 想要拚這一張的過拍 跟下一張的右手 就要有進一張的2 那我就可以最完美的在 梅丹佐的這個回合做到一個跳費 同時今天可以在5費之後 再做到塔托斯瑞德 結果他直接用解析幫我抽到了 那就是非常棒了 結果我的右手也進了一張龍田即興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直接使用到梅丹佐 好再來我是覺得說 嗯先塞好了 因為龍點騎士也是會搭配到暴龍強化效果 我剛好可以在6費的時候 先卡托斯瑞德進化 然後龍點騎士 然後做到一個AOE結場 那同樣日化二費 但是你多拿到一個燒場二的能力 對我來講講很不錯 所以我這邊就是稍微賣一點點血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7費時克里薩克就可以做事了 而且如果對面是跟你同樣職業的話 你可以很好地去算到他的傷害 嗯結果對方居然 手拍了一張本體的紀念飆飆 我這邊懷疑他應該是打錯啊 因為那張理論上來講的話 都會去打那個疾走的效果 幫忙過牌 那我們這裡卡托斯瑞德 壓他起來之後拿到這個暴龍強化 變成二費的效果 然後剩下全部shade哦 再下一張卡托斯瑞德 因為我只要一張就夠了 嗯 當然這個也可以不用這樣下 只是我想說 多少給一點殘命啊 也讓他不是那麼的好過 那等等的話 我的克里薩爾 只要他留兩個重刺 我就可以直接掐掉 非常不用擔心 結果對面不想要截我的場 非常的兇 他可能想要C戰 但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是我先 我們今天後手變成仙貢 先拍出了那個克里薩爾 直接做到一個即時打頭的動作 還順便過兩張牌 變成一個完美的十六連線 兩個烏烏的守護扛在那邊 就問你該怎麼辦 然後緊接著呢 我們這裡 就可以用噴射砲手 帶走囉 其實我剛那邊是有斬了 我突然好奇了一下 我剛那邊是有斬了 因為其實 剛剛雖然說那個血作沒有滿足啦 但是 因為噴射砲手直接進化 貼到一般的武裝強化就是十二點血 如果剛剛我沒有仔細算的話 他是十二點血在頭上的話 那就是我錯斬 但是我沒關係 我們這裡也是非常的穩 畢竟啊 對面是連我的場都剪不掉 那我們就是展示一個 最強的噴射砲手 八倍的噴射砲手 搭配到武裝強化二十四點 直接帶走 嗯 可是對面不讓我貼 哈哈哈哈 我是用內劍出展 哭啊 好的 接著是第二場的對局 拿到是一個後手 這個起手方面的話 你論上是要全換啦 就是瘋狂去找卡托斯瑞德 那如果有龍庭星星的話 也是可以給他留下來 嗯 我們全換之後進了 非常的不好我覺得 哈哈哈 但是沒關係 我們後手還有兩張進牌的機會 哦 結果這邊來的就很好哦 分別來的是那個 煤單佐跟工匠閃電 對我來講是非常的必要的東西 那這裡我打一個很大的失誤就是 哈哈哈 我太習慣打傀儡潮了 然後我就很反應了 就直接選了兩張的傀儡 嗯 那就只好賣了一張傀儡給他了 然後接著的話 我們用羅夏三文綠下牌 一樣要去找到那個卡托斯瑞德 所以把巴哈給塞回去之後 哦 進了一張的阿茲福特 等等的下一張我就可以打阿茲福特 我對面使用到神器名動 想要打掉我的羅夏 那我們這裡可以就是阿茲福特 那這一手啊 如果你想要做這個 改良型傀儡的話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防他打歪 烏斯帕的機會 那我想說我還是留一下支援好了 就沒有這樣做了 嗯 然後對面是使用了 審判之槍搭配到巴伊波卡赫 那我們就是 使用到梅丹佐 阿茲福特再給他濾下去 因為畢竟啊 下一層啊 又再次 再次是做到卡托斯瑞德 然後當前回合 直接做龍田清新的一個節奏 然後能夠找點濾 我們可以早點先把牌給濾進來之後 再看要做什麼事情 好對面卡托斯瑞德 過不起來 這都是內戰啊 哈哈 然後使用龍田清新 然後去換掉我 最後梅丹佐 好 那我們 也是 啊 我這邊要反著打 因為 我卡托斯瑞德還沒有先拿到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先用龍田清新 放我們強化 先AOE之後搭配到這個卡托斯瑞德 然後最後啊 這一張的生命培養是可以把它抽掉的 或者是你要去傀儡去換掉卡托斯也是可以 那一樣我就是秉持著趕快去找牌的一個 心情啊 對 那結果我又來克里沙爾 如果你下一位一定要做克里沙爾的話 這邊會爆牌 所以剛剛那邊如果你要甩掉的改靈型傀儡也是可以 甚至說更好 只是因為 畢竟啊 這樣先率很像也沒有說可以提前這一回合先幫助自己斬殺嘛 所以我們這邊剛剛好可以做到一個克里沙爾 理論上對方應該會非常的難辦 那 因為手中有奧利維與希爾維亞的關係 我們這邊直接把EP給繳了出去 等等的話就可以搭配到 平原追矮 我覺得我對面用了傑蒂斯要來扛我的傷害 然後也使用了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要把這個傷害轟到我的頭上對吧 這裡燒下去之後 還有哈斯 看到有沒有哈隊 哇 這裡哈到誰 哦他壞歪了 然後他決定要保那個庭園追翼的 嗯 他決定要保庭園追翼的這個微微的守護 但 哦沒有關係我們這裡直接使用 萬物見證者 我們萬物樂樂直接登場 破壞一隻之後 然後跳起來 哎我剛剛發現 如果 我打錯是不是 我的萬物樂樂會直接不見 他的那個是不是會先處罰 然後 再使用那個奧利維與希爾維亞 最後那個 龍鐵輕信 阿茲福特 瘋狂的綠 如果來一張那個沖沙滑板手的話 我們九費就可以直接塞到那個卡托斯瑞德的斬殺 嗯 最後 為了不要爆牌 我也是把我的這個橄欖琴傀給丟出去 最終還是丟了 丟了出去 然後 這個丟是真的的空丟 對 所以我應該早點把他丟出去的 有對面使用了手遇的創造物 想要稍微扛了一下 又是一個殘血的守護 你以為殘血守護就可以扛住我嗎 如果我真的要去防他的話 其實這一手啊 我可以再下西歐 畢竟啊 對面的法術傷是打不進來的 然後再看要怎麼做 對 那流用上應該也是再做一張的那個萬物了了啦 這樣的話 這個節奏會蠻不錯的 但是 對面已經跳巴哈了 他也有夠秀 我這裡 我的巴哈雷 我的次數 還差的蠻多的 苦啊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抽了一張的那個 超越萬事之物 可是這樣的話 對我來講並沒有太好 所以我們先派一下那個 萬物 樂樂 結帝師 可以幫我抽到什麼 結果抽到一個 毒黑小竹 如果是聰明人的話 現在腦中 腦中已經在轉了對吧 就是 毒黑小竹出去之後 搭配到 傀儡特訓 我們這裡只用到 傀儡過盾之後 搭配到場上的 12加6 18點 直接帶走的對方 再加上進化點 20點 完美的反殺 謝謝對面的巴哈 好的 好 很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